全球粮食危机 全球7.8亿人正在挨饿 三分之一粮食被浪费 浪费粮食导致碳排放量升高 全球光是一个家庭 每年就浪费高达74公斤的粮食 台湾粮食危机 出于跌起来 有1.68万座台北101 一年出于量高达79万公顿 因为商品特价都会一次买太多 买太多东西导致吃不完都冰冰虾 一次煮太多反而会因为吃不完浪费掉 如何减少粮食浪费的问题 适量点餐购买不浪费 食物银行提供有需要的对象和家庭 更多实质的帮助 食物共享平台 让食物再利用减少不必要的丢弃 食物中导免费给予需要的民众或弱势团体 让剩食可以拥有二次生命 什么都想吃就会超出自己能负荷的食量 导致这些没吃完的食物会全部倒掉 于是我们想到一个可以警惕大家的方法 利用几点的方式来减缓粮食浪费的问题 提倡购买刚好能吃完的份量 并且不浪费就能几一点 点数几满10点 我们会捐出一份爱心餐 给有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还利用包装来说明摄取量 让消费者购买自己所需的份量 并利用菜单及外送平台 让消费者明白摄取量 再挑选合适的餐点